没事没事没事 马上好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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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哦 在医护人员安抚下 学生边哭边完成疫苗接种 这里是基隆市软软高中 正在进行BNT疫苗施打 校方表示 全校高中部及国中部学生 分上下五十段进行 大部分学生都顺利完成 仅有一两位身体不适 休息一阵子后就没大碍 不少学生也觉得 打疫苗时没什么感觉 打起来感觉怎么样 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 那打之前会不会很紧张 还好 很舒服对很舒服没有感觉 完全没感觉 一点都不紧张 对 那现在情况 很开心 放轻松了不要紧张 对啊 好OK 然后那个不要融哦 打完之后不要融 那就是多喝水 然后多休息 基隆市长宁又昌也到了 冷冷高中关心疫苗施打情况 安慰学生不要紧张 并提醒接种后多喝水 多休息 基本上施打的一个状况 次序还有情形都非常好 只有一位同学 可能太紧张晕针 那其他都很顺利 那今天接续的其他的 这个许多的学校 开始进行施打 那我们相信施打率 其实都非常高 昨天几乎都超过95%以上 那今天卵中也是一样 至于家长关切的流感疫苗施打部分 廖昌表示 国高中计划安排在11月中下旬施打 没有接种BNT疫苗的国小学生 则可能规划在10月进行 因为BNT的一个疫苗 必须要中间第一剂跟第二剂 要间隔28天 所以后面如果要再打流感疫苗的话 我们大概估计国高中应该是要安排到11月的中下旬之后 才会来进行流感疫苗的一个接种 那至于小学生的小朋友 因为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可能时间上可以提前一点 可能可以到10月份左右 可以来规划进行这个流感疫苗的一个施打 金融市教育处方面统计 金融市12岁到18岁学生 符合接种BNT疫苗的共有16439位 愿意接种有14874位 接种作业预估到11月6号完成 教育处也提醒学生 打完疫苗有助于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不过还是要落实社交距离 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才能让校园防疫更加完善周延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